中共到底有没有资格办黄埔百年 当然没有资格 但是它要办的话是统战的意图 我们也阻止不了 个人绝对不相信 会有百团要去 而且到达三千人 我绝对不相信 那对于执意要去的这些人 你有没有什么劝他们的话 当然他们上面写的是 落地接待 但是我想假设三千人去了 那你既然那么喜欢那边 你干脆就不要回来了 那你既然又要回来 那表示我们这里 当然有它优势的地方 让它愿意留在这边的地方 去那个地方毫无意义 委员我还有一个想法 今天这些人要去 绝对不是心甘情愿 或者是接受招待 而是我们社会族群的分裂 让他觉得不安 假如我们不要去把老总统的同像 去把它非要拿掉 不要再去 把这种历史的因素 翻过来炒过去 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 怎么会让大家不愿意留呢 每个年少下来 说每天很早就来了 機会还想不是态度 没办法 可以考ииог 这个缺乏运动 简开了位置 没有人要问 你给我问 我要问 我会很小心这个 这一千人 在我的一生中间 都不觉得是什么 不是因为今天记者访问我这么说 而是必然的过程 一个国民党员 到了民进党的团队 去当部长 包括老百姓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对于这个民进国民党的立委 战地法院给我很多的刁难 我觉得没有什么 假如刁难我个人 我个人不是完人 这个 无所谓 但是如果讲到我的国军官兵 进入不行 没有战力 我绝对要对这些言论 做出正确的辩驳 一方面这是我的个性 二方面也是我的责任 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今天在这里 过得这么舒适的生活 前线的官兵 空中的战斗机的飞行员 海上巡逸的官兵 有一刻是休息的吗 精神都紧绷的 所以我把三个农场 都开放给我们国军的官兵 只要是架进来 平时都可以提前十天来订房 为什么 让他们觉得我们在关心他们 我想这就是我的感想 我想问你刚刚提到一个民党员 来到民党园队来服务 我们进行可以看到 不少民党立委 在五二里以前有对案 然后有带出一些粹要力多 但是同一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共期也是持续的逼近 如果领阶学应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 当然了 我把他的看法认为 不光是针对我们 他也展示他现在的实力 对于日本跟美国 假如要做武力的一种反应的话 让他们知道 中共有这个实力来做对抗 我想应该是这个为主 在整个的国际局势之下 我不相信中共只是对台湾来 在武力威则 因为威则够了吧 那么多年了 也会疲倦了吧 所以我在想 应该从政治层面来考量 我想一定有解的这个办法 对外界比较关心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说中共那边有一个要败 那个网络犯也好 所以再次比较 他并以来像旧团 就有一些退役的管理情况 就是会有法律团 或者会有这个事情看 这个会有事情 什么 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有百团要去 我不相信百团要去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限制 限制你不能去 他不能去 不是限制 就是要让我们所有退役的人员 都感觉得到台湾的社会 是和谐的 生活安定 大家喜欢的 那我请问 假设有那么多的人去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回来 那你就留在那边嘛 为什么 台湾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生活的安定 大家社会的和谐 你看我们选完总统以后 有谁去抗争呢 上课的上课 上学的上学 你看看美国落成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它不是民主国家吗 所以我在想 我们的社会的和谐 超出于世界上 自称为民主国家先锋的 这种社会的状况 我们应该以这些东西 在心里面 来感念我们全民的团结一致 而且我常常讲 台湾老百姓是最棒的老百姓 真的 小时候我住在农家 你看他们对我多好 我们住在农家 因为没有钱就住别的地方 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被歧视 我举一个例子 我去打水 金里面就打水 哇那老阿嬷跑过来 跟我讲 你那边塞啊 他说不能这样 他把我掉下去 他教我这个水桶放下去 要晃 一晃那个水桶不平 才能咬到水 他可以不要教我啊 对不对 你先死算了 所以我就讲了 台湾老百姓最棒的 至于那些其他的 那些少数的少数 不能够代表我们台湾人 造成政治的不和谐 社会的不和谐 忽略我们现在族群的和谐 这些人都不是 我认为是真正的台湾人 我都觉得都不是 当然你有政治目的以后 可能想法就不一样 再不一样 要国家至上 对不对 要全民自上 对不对 我看有一些 领导的地位是亲人的队 然后现在对安建生 特别想要说 为一个在野的最大的领导 来做一些交流 那反而是对有些 明选的执政政 我不觉得他是 凸显一种柔性的对抗 我却觉得他们是 是想找一个方法 既然官方的管道不通 是不是利用民间的管道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可能对问 比较尴尬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有些海龙挖兵的前辈 到底是在这边 就放弃 因为有国社情网站 应用一些推移的海龙挖兵的人 去作为社情网站的导致选举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是回避你的问题 我最近忙的 你看我有16个农家 19个农夫处 还有16个农家跟总院 我都没有时间 去每个地方去走访一下 因为这是我并云了几乎五年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的人物我都熟悉 那么我临时要离任了 我都没有去跟他们打一声招呼 我觉得我有亏欠他们 因为他们很弱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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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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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真是很多年给我们做 谢谢 很幸福 我们在这个办公室的空间 也认识快八年了 希望将来还有机会 一起聊聊 一起分享你的人生智慧经验 我现在请教你三个课题 第一个 今天新闻已经爆了 中共要办百年黄埔一百团 一团三十人 就三千个 我们官校毕业退伍的学长们 去广东 那我们摘要一下陆军官校的历史 我相信主委比我更熟 我们国家的陆军官校 在1924年6月16号 创建于中国广东省黄埔区 那1927年迁到南京 1937年迁到成都 1946年 改称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1950年 在台湾的凤山高雄凤山副校 这段历史维基百科写的很清楚 第二个事情是原来在中国黄埔区的军校 其实从解放军 统战组织 1984年成立的时候 我还印象当时的 在他们国家办 但他们要办这个黄埔百年 其实蛮讽刺蛮笑话的 当年就是被他灭掉的嘛 我可以直接讲啊 我不相信我们有三千人要到那边去 我绝对不相信 这我要请教你 你大概岂别也算早了 那个陈上将也算蛮 这个陆军官校毕业的学长们 应不应该去参加中国统战部 辖下的黄埔军校同学会 在广东所办的黄埔百年这个活动 因为新闻是这样报嘛 他想要办百团啊 对 但是作为一个退伏会主委 你对这些毕业的学长 有没有什么建议说法 我个人绝对不相信 会有百团要去 而且到达三千人 我绝对不相信 那对于职业要去的这些人 你有没有什么劝他们的话 当然他们上面写的是 落地这个接待嘛 但是我想 假如他们三千人 我们假设三千人去了 那你既然那么喜欢那边 你干脆就不要回来了嘛 那你既然又要回来 那表示我们这里当然有他优势的地方 当然 让他愿意留在这边的地方 去那个地方呢 毫无意义 坦白讲 在中国的所谓的老校友 你上次说的 不是死了就投降的 台湾 台湾这边附校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 我们下个月大概会开始来办 所以我希望我们退府会掌握一下 对于有一些毕业的老学长们 也许一时间没有弄清楚 劝劝他们 有些活动参加有益身心健康 有些活动参加对国家无益 所以这个要请主委注意一下 委员我还有一个想法 今天这些人要去 绝对不是心甘情愿 或者是接受招待 而是我们社会族群的分裂 让他觉得不安 假如我们不要去把老总统的同像 去把非要拿掉 不要再去 把这种历史的因素 翻过来炒过去 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 怎么会让大家不愿意牛呢 主委 社会构成的因素有很多 社会组成的看法也很多元 但不管怎么多元 看法怎么不一样 没有像侵略者卑躬屈膝的道理 特别是黄埔这两个字 在中国代表是他们的胜利 他们的歼灭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建议不拔重新复效 所以我是希望推普会 有些情绪可以去消化掉 但有些事情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